哈喽大家好,我是Mr.劉贝,今天我会继续和同学们导读 Sajarat in Katanduva Bak Satu OK,1.3开始,同学们请翻开第9页 1.3呢,是Garagia Alamnayu的Mashro Mashro呢就是很荣耀的,OK,就是很出名的 很出名的马来古国,OK,马来世界的王国 好,so上一堂呢,我上一个单元的1.2呢 有讲到的7个马来古国,OK,我们来读文一下 第1个是Funan,第2个Chamba,第3是Vijaya,第4个Anchor 第5是Majjapahit,第6是Kadattwa,第7是Kanga Nagara 好,so前呢,我会一个一个讲解这7个古国的起源 OK,它的一些故事,或者它的一些历史 第一个Funan,OK,Funan 好,Funan呢,它的首都是这个Wadapura Wadapura,它是有一个Brahmin建立的,Brahmin呢,是婆罗门 OK,婆罗门呢,它是一个,呃,人讲啊,它是一个宗教师 它是印度教的宗教师,祭司 它是在印度教里面排最高的,这个Brahmin 好,so,哈的名字叫做Kaldean OK,Kaldean是Funan开国君主 所以呢,它跟Soma,OK,谁叫Soma Soma呢,是美宫和的一个女王 OK,它是一个女王,女性统治者 所以呢,Soma跟Kaldean呢,他们结婚了 然后呢,建立一个宗教师叫做Funan,OK,Funan 好,so,Funan呢,最光辉的时期呢 就是当他被这个Funan说通知 这个Funan呢,很像华语名的嘛 很像华人的名字,华人的名字 好,其实是中国的记载 OK,中国记载是Funan,OK,当然 呃,Funan它本身呢,呃,不是用华语的 OK,可能它名字是别的 可是这个是中国的记载Funan 好,Funan呢,它就把Funan帝国呢 从美宫和呢,扩大到 The Lord Chamra,OK,在东边了 好,接下来呢,它也 控制了缅甸南部 以及Sakinting,Sakinting Krak,克拉地侠 就泰国南部那边,太难 好,so,Funan的成就呢 就让Funan呢,掌控了 东西方的航道 OK,就是 靠近,然后就海峡那边了 OK,所以呢,Funan呢,变成了 马来世界的主要的贸易中心 菩萨,Butam,Butama 好,Funan最后一个君王呢 是Rutawaman 为什么呢,当时候呢,有个国家叫 Chanla,OK,曾拉 曾拉呢,它就在北边了 就向Funan发动攻击 最后呢,导致Funan开始衰亡了 OK,这个是Funan的简介 好,第二个,Chanba,赞婆 好,赞婆呢,也是一样 它的建立者呢,叫做朱链 这朱链也是中国记载 OK,朱链是中国记载的名字 它原名呢,可能是不一样的啦 OK,这个是中国记载 所以听起来有点像中文名 好,Chanba呢,它的首,它的王城 它的首都在做Intrapura 好,Chanba呢,它的死对头是Divet Divet呢,是大越 就是今天越南大越 OK,就在北越的,越南北部 好,Julian呢,他成功呢 把Chanba呢,摆脱了中国的影响力 因为它中国呢,它是个强国 所以呢,它控制了越南的北部 所以呢,它就成功了 从,成功争取独立了 就把Chanba呢,从中国影响力的解放出来 好,它出色的地方呢,是Chanba呢 它的辉煌时期呢,是在Chanbonga Chanbonga的统治时期 当时它成功打败Divet 然后甚至呢,它把帝国呢 扩大到Divet 以及在Lambasungai Merak 红河的附近 好,Chanba呢,发动攻击 进攻Divet,甚至呢,把Divet的国王 给撒死了,就叫Raja Trandetong OK,就是Pakarinta Divet 好,Chanbonga呢,它后来得到了 明朝的承认Dynastic Ming 所以明朝呢,它承认Chanbonga呢 的君主的地位,主权的国家地位 好,后来呢,Chanbonga开始衰落了 因为 它统治者 Intra Barman OK,在1441年过世 然后Divet呢,趁这个机会呢 就向Chanbong发动进攻 结果呢,1471年 Chanbonga就被Divet所占领了 所以基本上Chanbonga呢,它的 意思呢,就跟Divet呢,是 怎样讲啊,就是真的你死我活了 就是这个是Chanbonga的历史 好,Sri Vijaya叫做三佛企 或者叫四里佛式 我给我两个翻译 好,所以Sri Vijaya呢,它是由 Dapunda 向Sri Jaya Nansa 在683年所建立 公元683年,OK 在什么地方? Palambang,就是巨港 好,之后呢,它呢,就 建立了三佛企 Sri Vijaya之后呢,它就占领了作为的地方 比如,Pangga跟Taruma 好,在它的辉煌时期,就是 Sangra Madan Yaya 名字比较长 在八世纪的时候呢 这个Sri Vijaya呢,它就占领了 整个Sumantara Sarata Myanmar 当然,马来有一个Sakinting Krak OK,就整个马来半岛 泰南啊 什么的都是 是比较的帝国的范围 好,甚至呢,它这个占领啊 它控制了国际航道 就是马六甲海峡 以及驯塔海峡 啊,就是都被它占领 所以呢,它是当时的帝国 成为了马来世界的一个贸易强权 Gwasa Bhattangan 好,此外呢,它也是当时候的佛教研究中心 Beggatia Agama Buddha OK,所以Sri Vijaya呢,它是一个佛教古国 好,1025年呢,它召到一个佛教的进攻 就是Chola OK,Chola是来自印度南部的一个国家 就进攻,结果呢,导致 Sri Vijaya开始就走向衰亡 好,就是Sri Vijaya 好,Anchor,胡歌 好,胡歌王国呢,是在Hari Haralaya 所建立的,OK,是由Jaya,Waman,Gaduva OK,这个是开国君王 好,它是来自Chanla OK,就来自Chanla OK,Chanla,Chanla呢,是在这边 Chanla进攻,湖南 所以Chanla的一个王子 他就建立了胡歌 他就把美宫河的那些领土呢 全部统一起来,建了胡歌王国 好,so,接下呢,Sri Vijaya Sri Vijaya,Waman,Sri Vijaya,Waman,Gaduva OK,Sri Vijaya,Waman,Gaduva,Gaduva呢,是 胡歌王国的辉煌时期 他就把Empire,Encore呢,就扩大到 从美宫河,OK,Lambas,Mekong 扩大到缅甸南部,Satán,Miyama 他甚至呢,抵抗了Chanla 跟Divet的进攻 OK,同时呢,他也是 就是他一直维护了一些跟 本地跟外国的那些商家的关系 此外呢,他的 他抓过Sri Vijaya,Waman,Gaduva过后呢 他继承者,Jaya,Waman,Gaduva OK,这个是克安安 OK,这个是六四 他的城市 那个医院非常的厉害 他建医院建很多 好 所以这个Jawaman六四国舍过呢 Anchor开始走下坡 后来贤罗在1594年就进攻 Anchor然后就把Anchor就给摧毁了 开始走下坡了Anchor 好 Manyapahit 满者伯鱼 这个是比较强的一个海洋帝国 满者伯鱼帝国 Manyapahit呢 他是由Radan Vijaya所建立 他是通过跟蒙古人的帮忙 蒙古人本来是要攻打 渣瓦岛的 后来这个Radan Vijaya他就做内建 就引蒙古人进来 然后推翻那个一个当时国王 然后甚至他就调转枪头 就甚至打败蒙古人 所以蒙古人就被他利用了 所以Radan Vijaya他是很聪明 所以他就在1294年建立了 满者伯鱼 满者伯鱼 他的首都在Potak 201 满者伯鱼 他的辉煌事情呢 是这位首相Patek Gajah Mada 成为当时候的首相 Potada Mantri 当时同志者是Tri Buana Tenggadevi 在Patek Gajah Mada这位出世的首相呢 他成功呢 维护了Mada Tenggadevi的和平跟安全 甚至他的领土呢 从Tenggadeva的东部 扩大到 苏门达拉的东部 一直到婆罗州的 南西部跟南部 非常大 包括苏拉威西岛的 南部跟东部 以及马鲁布群岛 都是 现在印尼 都是变成了 马加巴西的领土 马加巴西是一个海洋帝国 它是让马加巴西成为 十四世纪的贸易中心 后来 巴蒂克加玛丹的故事 再加上 Gradian Denmark 蒂马克的进攻 在1478年 导致马加巴西开始走下坡了 接下来是古吉达 古吉达开始是在 Guaqaba 开始出现了一些社会 一些 然后开始有商业活动 来自于 苏门达拉的 在早期的时候 它的首都 它的王称 是在苏门达拉 以及巴蒂克拉布羊 根据 怎样讲 就像一些记载 一些中国的 宗教 以及一些商人记载 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 叫做古吉达的 国家 我可以给它 断 中国的史料 就把这个吉达 称为 Chachia 而在 印度 跟阿拉伯 他们就 称古吉达 为 Kataha 所以在这边 就没有提到谁建立了 可能当时的史料不足 他们只是证明了 有个国家 可是没有讲到 谁是古吉达的建立者 古吉达 他在 Lambabuja 是他的最出色的时间 最出色的那个时代 东西方的商人 都来到这个地方 进行贸易活动 OK 然后古吉达 他也成为了 当时候的 佛教中心 菩萨和阿嘎玛安 阿嘎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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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后来呢 古吉达呢 开始越越出色 是因为 史弥迦亚 他控制了古吉达 就古吉达 成为了 史弥迦亚的一个 祖国 OK 所以呢 史弥迦亚很 很辉煌 导致呢 古吉达也跟着辉煌 一起辉煌 好 在1025年呢 Chola的军队进攻 进攻 史弥迦亚同时 进攻古吉达 导致导致格达断的 开始走下坡了 所以呢 格达断呢 就开始出现一些改变 OK 一些 从不上改变 在七世纪的时候呢 OK 因为呢 那时候呢 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王朝 就是 格 算了 格达 就是 吉达苏丹国 啊 在630年建立了一个 全新国家 吉达王国 OK 所以古吉达就结束了 OK 就用了新的吉达 好 这一刻呢 会在 呃 第八课读到的 OK 吉达的建立 就 新吉达王国的建立 好 接下来啊 这个是古吉达的一些遗迹 OK 在马来半岛吉达州的 Lambabhujang OK 一些 Chandi 一些佛塔的遗迹 好 接下来是 Gangga Nagara Gangga王国 好 Gangga王国呢 根据考古学呢 他们是在 公元60几出现 然后呢 当时呢 Gangga王国呢 他是一个 菩萨巴拉伯汉 一个港口 从五十几开始 是港口 然后呢 根据一些 史料记载呢 Gangga Nagara的 创立者呢 是Gajah Raja Raja Kanji Sajuna OK 好 可是呢 又有另外一些 史料 讲到 Gangga呢 他其实是由 柬埔寨的 Raja Kimil 所建立的 OK 所以有不同的史料 一边是讲 Raja Kanji Sajuna 一边是讲 Raja Kimil OK 好 So Gangga Nagara 首都呢 是在 Panggaran OK 所以他的辉煌 时期呢 是在第九世纪 OK Abarga Semiland 好 从第五世纪开始呢 Gangga Nagara 他开始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 外国的商人的到访 因为呢 有很多资源 比如黄金 跟锡矿 OK 因为Gangga Nagara 是在Pera 在今天Pera 附近吧 后来Gangga Nagara呢 他成功呢 守住自己的领土 守住自己的主权 因为呢 当时呢 在公元850年的时候呢 这个史里杰呢 他曾经进攻Gangga Nagara 可是呢 都被Gangga Nagara 给打败了 好 后来Gangga Nagara呢 开始走下坡呢 是因为 一个国家是Chula 又是Chula Chula呢 他总共进攻了三个国家 第一个是Chula 第二个是Gangga Nagara 第三个是Gangga Nagara 所以呢 他是在同一年 1025年 一次过打败了国家 所以呢 这场习近呢 摧毁了Gangga Nagara的港口 所以刚刚开始就走下坡了 好 所以呢 这个七个 马来古王国的一些 历史的简介 好 所以呢 这七个古王国呢 是一个非常出色 非常有荣耀的古王国 好 他们也是 Janto Gabitya Sana Gabitya Masharak Alam Layu 所以呢 这些智慧啊 这些荣耀呢 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 OK 就是我们要建造一个 民族的文明 可以跟其他民族 一起竞争的 一个荣耀 一个成就 1.4 马来王国跟 同期的 其他外国 Gabitya Layu Sajaman OK 好 这边呢 就讲到了 马来王国呢 他 跟其他 同时期的 外国呢 有什么外国 有什么 有什么 中外的帝国 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比如我们从 公元1世纪 好 Gabitya Layu Sajaman 同期的 帝国 比如 第四季呢 你看到湖南 好 湖南呢 当时候四大帝国 OK 在中国是汉朝 OK Nastihan 好 Kushan 在 巴基斯坦 印度啊 北部这边 然后 Takshi 波斯 在伊朗这边 好 然后 在Rome 罗马 罗马 我们在 format 读过的 罗马帝国 OK 在公元1世纪 四大帝国 是跟湖南同期的 公元主世纪呢 在东南亚呢在马来世界里面有什么 安科 福哥 抢巴 赞婆 以及 瑞比加亚 三婆妻 这三个 马来帝国 同期的国家有唐朝 Dynasties Tang 阿巴西亚 阿巴斯王国 阿巴斯呢你们在凤万的第八个主导的 他是个伊斯兰帝国 以及这个拜占庭 就是东罗马帝国 东罗马 或者拜占庭 拜占庭 第九世纪 第十四世纪 第十四世纪的时候呢 是有安科 有串巴 有马亚帕西 马亚帝国语 赞婆跟福哥 当时候呢中国 被蒙古人占领了 当时候是蒙古的时代 蒙古人占领了地方 从中国啊到中东 一直到东欧这边 都是蒙古帝国 Empire 蒙古 蒙古大帝国 然后呢 在阿拉伯呢 在土耳其这边 就是Gradian Tuki Osmania 这个你们在 FORM1的第八个读到的 土耳其他是伊斯兰教的帝国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 所以呢这边可以讲到呢马来王国呢 他跟其他的 大帝国呢曾经同期出现过 所以呢马来王国呢可以跟其他的帝国 竞争 Standing 等于Gradian 罗亚来 OK 好 贸易关系 好 马来 在马来 胡国呢 跟其他外国有贸易关系 因为呢 这边呢有很多一些天然资源 OK 所以我们跟其他国家呢有贸易关系 好 这个是当时候的一些路线 比如这边 从 蓝色的是从 那些外国商人去到马来世界的 然后呢从马来世界去到外国的 去到其他国家的 比如他们去到中国 去到广州 去到印度 OK 好 然后呢甚至呢阿拉伯 不是阿拉伯 罗马 就他们定个阿拉伯 就讲呢这些商人他们来自阿拉伯 他们把一些商品啊 Dibawa 格 鲁 所以呢罗马呢 他渐渐的有跟马来古国呢有贸易关系 OK 所以呢这个呢 这个的贸易关系呢证明了 马来古国的统治者呢他们是 保持着开放的态度 Sick up 格德布格安 OK开放 所以呢马来世界呢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 贸易中心 除了贸易关系之外呢 宗教关系呢也是一个新的因素 所以在古代呢有三种宗教曾经传出 马来世界里面 OK 当然第一个呢是印度教 印度 印度教呢是通过商人 通过军队也通过这个格罗马 Brahmin 佛罗门 佛罗门 还记得吗 那个湖南就是有佛罗门 所见的 OK 佛罗门呢是印度教的 宗教阶级 OK 就是一个祭祀最高级的 好 佛教 佛教呢是这个阿索卡 还记得吗 阿玉王 阿玉王呢他是孔雀王朝 Mauria的 统治者 他派了很多僧侣 Sami Sami 佛陀 去到马来王国 马来世界呢就传播 佛教 OK 后来伊斯兰教出现了过呢 就是有一些商人啊 统治者啊 以及一些传教士呢就把伊斯兰教 传到去马来世界里面 这边呢是一些遗迹 比如这个呢是 Artifat Hindu 印度教的一些 一些遗物 这个佛像呢在Lambabuja 发现了一个佛像 OK 证明了这个Lambabuja 是一个佛教中心 好 在Berlois Pera这边呢发现了 伊斯兰教的一个 一个木刻 OK 一个雕刻 好 所以这些宗教啊 佛教 伊斯兰教 跟印度教呢 传进了 马来世界呢 证明了马来世界呢 是西格格的布格案 这个呢 只能出现两次了 就开放的态度 就讲呢 这边呢 马来世界他们是很开放的 什么教可以进来 OK 他们也没有拍摄异教 什么教可以进来 好 所以呢 印度教呢 佛教呢 都被当地的人民所信仰 OK 后来伊斯兰教传进来过后呢 他们大部分呢 就改参了伊斯兰教 外交关系 OK Diplomatic 外交关系呢 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 政治关系了 OK 好马来世界呢 他们通常呢 是跟两个大国 就是中国跟印度 维持外交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中国 好 湖南跟中国 公元三世纪 OK 曾经呢 要求中国派军队 OK 军事资源来对抗 Divet 好 Champai也是公元三世纪呢 也是 Memuri Hubo Gang Membran 跟 之国 琴呢 就是呢 他跟Divet打散过呢 因为Divet是中国的同门的关系 所以呢 他就派施者去修复跟中国的关系 然后 Sri Bijaya呢 Koenchi自己呢 曾派施者 就是要得到承认 以及加强两国的友好跟贸易关系 好 那巴姓呢 十四世纪呢 也是有派施者 就是呢 跟中国打好友好关系 胡歌王朝也是十四世纪的派施者 就是维护 跟Sabatan就是友好关系的 一样的 古籍也是一样 七世纪也是维护贸易关系 好 所以这边呢 有两种就是贸易关系 以及友好关系 然后就跟中国的 他们关系是两种吧 做生意 或者是做朋友 好 跟印度呢 就比较不一样 OK 印度啊 福南呢 三世纪派施者去印度 好 他们除了加强贸易关系之外呢 也加强宗教关系 跟阿加玛案 OK 因为印度教和佛教 都是来自印度的 所以 而当时呢 马来古国呢 都是信奉印度教跟佛教 所以呢 宗教也是一个 亲自一个邦交元素 好 西北教也是一样 九世纪呢 也是派施者 也是洪生的道 友好关系 以及宗教关系 好 我们巴姓呢 就是加强 友好关系 而胡歌也是加强 友好关系 OK 所以这边 福南跟史密比加异的 是有 跟印度呢 建立着宗教关系 OK 所以呢 第一课就讲完了了 所以呢 马来世界呢 跟其他 王国呢 建立了 邦交呢 就是目的呢 就是要 啊 维护 两国之间的友好 所以呢 这些马来古国啊 Gradian Gradian 阿拉姆 阿拉姆 巴西法 德布克 开放的态度 以及互相尊重的态度 啊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子因为呢 开放跟互相尊重呢 会让 班图跟 马来古国呢 越来越先进 啊 所以呢 这个也是 马来古国的 同事者的智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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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